平凡 妈 你怎么还不帅啊 哎呀 儿子 有些事我得跟你说清楚啊 您说 你想想 你从一进高中 你俩就早练 你这学习成绩一直向就往下向了 本来能考上重点吗 结果勉勉强强 上了二本 谁耽误你啊 还不是他吧 还有他那个焦力焦气那 那 那个样 弄得你现在也花了胡哨 这哪些老刘家的作风啊 这样东西进家里 纯粹是添堵的我告诉你 妈 人家钱挺好的 怎么了 人家都不嫌 我没车没房没钱就嫁过来了 你这这这怎么就交正观影了 哎呀 一个不嫌 就先低了头 人家觉得是下架你是高攀 你看看 还没怎么着去嫌房子小了 一副小卷的做派 这过不两年 欺负完你还得不欺负我们呢 妈 您说这么多目的是什么呀 您想让我们俩分是吗 不可能 除了这个 您随便提要求 我都尽量满足了 那行 等我把话说到前头啊 嫁过了以后 必须跟我们在一起住 这样人家互相有个照应 再一个我会帮你管着媳妇 你看看你在佟家县面前 那个鼠眉眼 我看着我就来气 干什么呀 你比谁差到哪啊 那腰管怎么就挺不起来的 我怎么就挺不起来了妈 我不是给你吹 我告诉你 佟家县在我面前 那叫一个百一百顺 我说一他不敢说二 我说东他不敢往西走 真的 上回我去上海出差 我衣服没带够 人家打着飞地来 给我送衣服 真的 行行 我骗您有意思吗 老爷们就得 我老爷们的样子告诉你 看你这样吧 过不了两年 你非得跟你媳妇一头 欺负你妈不可 妈 您说这些绝对不可能 过两年 您抱着一大胖孙子 您就乐去吧 您就 乐去吧 那我每天都那 哎呀 我天哪 我在那使一把尿丸 我才能伺候 跟三孙子似 那我就说孙子了 他是您孙子 行了 大往天了 哎 哎 气死我了 那么多好的你不找 你怎么一头去扎这儿了呢 你说你 徒留一养什么呀 他有什么呀 你说你真跟他结了婚 连个窝都没有 你都不是窝妞 窝妞哪有个窝呢 妈 租房是我们俩自己决定的 再说了 虽然我们俩现在没房没车 但刘一扬是金幽谷啊 她以后很有前途的 你看她没工作几年吧 她已经当小组长了 小组长 真够多 你妈十八岁时候 当民兵排长了 管三十多个人的 那有什么用啊 不是 这年代不同了 这怎么能这么比呢 那怎么比 那你说怎么比 那咱就拿她跟杜亦比 她拿点比人强 个比人高啊 还长得比人家好啊 哪样都不行啊 房子呢 人家三十一厅 她有什么呀 人家工资一万多 她几个钱呢 她有一十一厅没有 杜亦的工作呀 都是她父母找的 都是父母的关系 房子也是她父母买的 这叫啃老族 送给我都不稀罕 你是 你不稀罕 你稀罕也没用了呀 我跟你讲 嘉倩 你傻呀 女孩子一怀孕了 还有什么呀 你生米都快煮成熟饭了呀 人家什么条件 你也没办法了 哎呀 你这太不懂事了 太让我和你爸伤心了 我跟你讲 你将来总有一天知道 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父母对你最好 别人都是瞎扯 你总有一天 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你们要真疼我的话 就同意我跟刘洋结婚 别都是废话 谁呀 你可真够有意思啊 这么大事儿 你能睡着了 你心可真够大的你 散会了 散会了你 你听见她说什么没有 什么 挺好 什么呀 行 别 别跟我说话 我气死我了你都 好 友好 那个车的广告创业语是谁写的 你确定你没发错 抱歉 我看你着急要 就没来得及审核 怎么了 出问题了 我以为你把你的小学 左手发给我了 我们组新来了一个文案 他可能不太熟悉业务 这跟熟悉不熟悉业务没关系 这完全是连小学语文都没及格 我就纳了闷了 你说这人事不是把我们部门 当成动物园还是怎么着 什么鸡鸭狗都敢招进来 你说谁呢 你嘴巴给我翻干净点 自己没有审美 还说别人的水平有问题 你以为你是苏东坡呀 站在那儿动动嘴皮子 你有什么本事 谁啊这是 我们组新来的文案 孙小饶 我叫孙小饶 你要怎么着啊 什么怎么着啊 你以为四海之内接你妈呀 谁都得惯着你 你这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怎么了这是 他骂我 工作上一点小纠纷 别上纲上线 一样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孙小饶 对吧 小饶 他呀 对待工作极端的认真负责 这在全公司都是出了名的 你们相互还不认识呢吧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创意一组组长 刘逸洋先生 你是谁呀 我啊 我是公司创意二组组长王彼得 以后叫我皮特就行 一样 一样 看把人小姑娘给气的 道个歉 新人 不要那么严肃认真 以后工作的时候 麻烦你又用你肩膀上扛的那东西 别太高估自己 一样 一样 这个臭小子 你疯了 一枚前二枚房三枚车 你裸昏啊 你图什么 我喜欢啊 喜欢 喜欢能弄饭吃啊 你知道什么叫幸福吗 幸福就是 你吃鱼 我吃肉 看着别人 看骨头 你要是嫁给他 你就只剩下看骨头了 喷骨头我也愿意啊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 友情迎水宝 你不懂 看不出来啊 佟嘉倩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王宝川 从一而终啊 那我也不能做潘金莲啊 水性洋花得有什么好的 你知道吗 佟嘉倩 我从小就羡慕你 羡慕你能住大楼房 能跟你妈妈去见大世面 可今天我才知道 你那目光不比我妈远多少 你看着你的金玉 人现在过得多好啊 他要是嫁给马借 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吗 你见没见过他老公 不 他男朋友那花园洋房啊 他俩还没结婚 就已经送了他一辆车 这才是女人该要的生活 那种婚姻 没有感情呢 没意思啊 有钱就有感情啊 男人长得帅有什么用啊 放到银行能当卡栓吗 人品好又有什么用 放到桌上能当饭吃吗 我告诉你佟嘉倩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样东西 可以让女人感觉到幸福 一个是奥迪 第二个就是迪奥 行 今天的课就给你上到这儿了 我先撤了 你去哪儿啊 不是 大姨准备半天了 她要请崔冰吃饭 你不能走啊你 崔冰那么一穷博士 就能当我的终结者 我妈也太小看我了 今儿晚上 几个姐妹有个聚会 据说 还有几个钻石王老虎 我得悄悄地走 不然我妈又得渣了 走了 你真走啊 这娇娇怎么去买个饮药 怎么这半天都不回来啊 就是你不是说崔冰来吗 也没来啊 别着急 那你等一会儿呢 阿姨 我实话告诉你们 娇娇她出去了 她可能吃饭不回来 她咋啦 关键是她 没跟崔冰说要来这儿 哎呀 气死呀 她这是要气死我呀她要 你看看姐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有时候别把话说得太麻 你看你一口一个女婿女婿的 怎么样 闪着了吧 这娇娇也是 你说你这个这个 就是咱们这种个条件 你不能那么好高无远是吧 你真是爬得太高 有时候快摔了 摔得也很不是吗 这啥叫好高无远呀 啥叫话都说得太满呀 这事还没定路呢 你急什么呀 这这这沙窝子还飞出金凤凰呢 这小家桥咋叫不能当凤凰了 你真是 你怎么还跟我急了呢 我这不是为你着急吗 姐啊你还想当凤凰呢 姐姐姐是谁又想当呢 笑话我是完蛋 笑话我是完蛋 不是 我怎么能笑 妈 既然催病不来了 要不然咱们先走吧 刘怡洋知道您在大姨家 她专门开了车来接您 是不是啊 开什么车呀 我这打个车那么近 不就回去了吗 她不是怕您累着吗 她说等她以后有了车 我天天接您 真是的 那咱们要不然先下一下 她已经到了 受不了了 太受不了了 弄这出干什么呀 姐啊你听了啦 这都来接了啦 我得走了 来你去 那怎么着 不舒服 一个不能不送 我这好不能来一趟 你不送呢 你是怕受刺激 不敢看我那车是怎么的 送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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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 哎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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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蹭的他还是他蹭的我 他蹭的我 你看 是 不是 大爷您接着 大爷就行了 叫大爷 我这心给我疼着呢 不是 我得靠会儿 不是 大爷 不是 大爷您不是 这事不合适吧 大爷 您蹭到我了 你干吗 干吗 干吗 大爷 干吗呢你 哎 哎 妈 站住 哎 大爷 慢 大爷 大爷您慢点 你给我上 你给我上 阿姨 阿姨 您别生气 您消消气阿姨 不是 阿姨 我消什么气啊我 这叫什么事啊 你们说这叫什么事 那老头巴 还躺地上了 你说在你大姨这院里 多丢人 多丢人呢我 哎 妈 刘夷阳是不是接您 他特意接了一车 得得得 还不如不特意呢 特意什么呀 前面什么呀 你大姨他根本就不想下楼 他怕受刺激 我非让人下来 我心想我女儿出现 给我长脸的 找辆车来接我 这可好 这脸长的 真好 阿姨 您消消气 您给我点时间 您相信我 我一定好好努力 以后我一定让您天天长脸 相信你什么呀 努力什么呀 我跟你讲 刘夷阳 我算看出来了 你跟嘉倩太不同了 你们这家庭背景啊 教育啊 方方面面性格呀 都不一样 你干嘛非让我们 黑上我们嘉倩呢 你去找一个更般配的女孩 不好吗 我跟你说呀 你那就是软豆腐拎不起来 再努力也是白萝卜 长不成象牙 知道吗 是是是 我是一个白萝卜 行 你要认为你自己也是白萝卜 那你就站着 你别跟着我们 我们回家 哎呀妈 我们别走啊 还不够给我丢人呢 最后一遍啊 最后一遍啊 再不时今天可就没饭了 我说 咱们家是不是 愈快主动点 这孩子们不懂事 咱们大人不能 穿着你明白装糊涂啊 毕竟是咱们家娶媳妇吧 他没结婚呢 就怀了咱家的孩子 他应该主动 你太主动了 他非得宰咱们不可 哎呀 是有点道理啊 这咱家也不是什么 有钱的人家 这样的话 这女方说不定 要求就少多了 不是吗 楼底下老张家娶儿媳妇 把何钱都大上了 女方还不依不饶呢 现在年轻人讲牌上 花儿不时 快睡吧 快睡 别老错了 我还差一百五十下里 你赶紧睡吧 八九十 小倩 要不要吃点东西 爸跟你下完面去 不吃啊 我死了我妈才高兴呢 不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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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刚才啊 你哪个弯飘得太帅 我怎么发现你现在没心没肺的呀 怎么夸你还出毛病了 我想问你啊 咱俩现在这个事嘛 这么棘手 你怎么着也得想个招吧 我正使的招呢 您使的是什么招啊 离家出走 哎呀 这不行吧 你妈得活剥了我 什么叫离家出走啊 我脑残我 那您这使的是什么招啊 短食 朝廊 出来的没有啊 哎 红佳倩 怎么着 她得下帖子请你才能来吃饭呢 啊 你请饭啊 不会饿晕了吧 跑了 跟我斗 看谁斗得过谁 看看是谁 拿这么多冷铁鸟 快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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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么早 是啊 早起的鸟有虫吃吗 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 过来准备准备 早起的虫子还被鸟吃呢 走 做我们销售烤星庙早就再好 销售业绩上不去 有什么用啊 走 去不吃早饭 不可以 吃了 你上一院销售业几秒 做我们销售的呀 就只有 骡子一样的耐力 八个样的巧嘴 狗一样的嗅觉 猪一样的热情 总之一句话不能像人 杰西 我昨天收到的那份邮件 是你发的文案吗 是我写的 是我写的 那你为什么不属名呢 你以为你现在已经 红到了人尽皆知的程度了吗 我写了同家线了 好 以后这半空桌上 我只希望看到的是办公用品 好吗 莉莉 给我倒杯咖啡 好的 John John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你为什么像那个佟嘉倩一样 不喜欢要英文名字 不 不是 我觉得 我老记不住 就跟 借来的衣服一样 穿 穿着不合身 是吗 我觉得这衣服穿着还挺合身的 我还有工作 我 嘉倩 吃了 吃点早点 来 多少吃一点 我不吃吧 你 你看 不是 您别劝我 我真不吃 少吃点 我真不吃 真不吃 挺快 挺快 来 来 怎么 孩子虚脱了都 我不行了 不行了吗 别说英文 你是我女儿 我还不了解啊 你要是在外边偷吃肉多了 别忘了吃点青菜 再吃点水果 不是 有您这样当妈的吗 你看到我往死路上走 你都不知道 拉一把 行了吧 死什么呀 你就是不心疼我跟你爸 你还心疼刘亦阳的 舍不得刘亦阳呢 行 这是我的饭卡 这是我钱包 现在我什么都没了啊 我现在正式宣布 我要绝食 你们就等这儿跟我收拾吧 哎呀 干嘛呀 杀健 你看 吃干嘛呀 别 那不拦呢呀 我还以为是得了什么胃病 后来去医院检查 又回了 对呀 吸收得特别快 饿得也快 这怀孕的时候不注意营养 能行吗 谁怀孕了 田科长 你是不知道 今天早上 小贾遇到一个姑娘 可可怜了 做大公共 人多没挤上车 结果 雨脑袋路边 头都摔破了 我给她吃了块糖 说是刚怀孕 上班太远 没顾得上吃早饭 要是现在的年轻人啊 真的也不容易 是啊 他们不容易 还不知道到底谁不容易 行了行了 都别扯闲片了 赶紧工作 好好工作 老 老 那个 这饭饭材料准备好了 没有 准备好了 来 好 给你倒点水 我的战友兄弟家姐妹 看看 今天是谁过生日啊 赫雷希给佟佳倩买的生日蛋糕 好棒啊 有蛋糕吃 来 交给你们了啊 就是这种小微笑 咱们先把他藏起来 待会儿给佳倩一个惊喜 妈 别做了 跟您做那小玩意儿 人家不一定喜欢 喜欢不喜欢我不管 这是我的心意 杨阳哪年过冬 不是我给他做的棉鞋 行 您做 您做 妈快吃饭吧 哎呀 好吧 嗨 女儿 喂 上午我上单位去了 我们单位工会 要组织退休职工 去野三波旅游 我当时本来想报名嘛 而一想 一去得三五百了 算了 没心思 去就去呗 谁拦着你啊 这真是叫前眼里了 你不当家 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那孙媳妇 这些日子也不回来了啊 快想着 你们别说 这孩子人长得水亮 头一次见面我就看上了 这小的们什么事办事 你们这做父母的 也不忙着给张罗张罗呀 心里有数吗 妈 有什么数啊 等孩子肚子大了 你还怎么办事 哎 你不是着急呢 妈 我看你就不急 还野三波呢 妈 那个 您别急啊 回头我跟那个洪小 我们俩去提亲 人家吐不吐啊 现在还 还要上门提亲呢 两家坐在一块 吃顿饭说说就行了 不是 开去就得去 规矩不能破 懂吗 行 讲 要不要来一点 少了一点 不会长胖的 不是 我不饿 我看你中午也没吃 不舒服吗 没有啊 你吃你的吧 没事 起来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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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好 快点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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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家倩 家倩 家倩 家倩该下班了吧 管他呢 他不是长稚气了吗 跟我这玩绝食 他愿意饿他就饿着 谁饿谁知道 活该 真跟孩子较劲哪 我要早管点啊 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 要我说啊 这个刘一阳这孩子就不错 你正正经经上班 对咱们家倩又是实心眼 实心眼有什么用啊 实心眼这人多着呢 他也不想想跟刘一阳 怎么过日子将来呀 太不听话了 都说女儿是妈的小棉袄 什么小棉袄啊 贴心到贴心了 可是全是倒枪刺 扎到人膝上 拔都拔不出来 再笑 我问问你 这是谁说的啊 说那个儿孙自有儿孙福 将来我绝不干涉家倩的生活 怎么着 世道临头都变卦了 你说风凉话是不是啊 不 我还没说你呢 你早干嘛去了 你知道父亲 你为什么不负起责任了呀 事到如今这样的你 你说这个风凉话你 我说 家倩要是真贴了心 你还真不让她跟刘一阳啊 那就是欺负我 欺负我心软 这刘阳家也真够逗的 你说这么大的事 是不是啊 这求婚你也得正了八经的吧 你得懂点规矩吧 又是啊 什么叫一孩子来 来说了就算数了 就是啊 太逗了这是 太不像话 怎么能这么办事呢 你给我电话 给我给家倩打一个行 不许打 不许打 好 好 不打 我看你们那儿俩 谁扛的过谁 喂 家倩啊 住院了 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大姐啊 这是哪儿啊 哎 我说你还真饿呀你啊 你跟我玩真的是不是 整这个苦肉计 来 吃点东西啊 吃点啊 你要急死我呀你啊 哎呀 舒阿姨 你们看家倩这样 你们 不心疼啊 说真的我跟家倩 真的没办法 你就答应我们吧 舒阿姨有保证我以后一定对家倩好 如果我对他办点不好 你们答我骂我都行 你就答应我们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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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傻呀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傻呀 你让你爸妈来呀 我还能把他们赶出去 听听了吧 你爸 snow 宝贝啊 你刚才 晕倒的时候没摔着吧 摔了 那可不把晕倒的 我不会摔着 哎呀 哇 哎呀 你这 这 这你爸跑出去买的呀 你们就造孽吧 妈 您别着急了 杨哥不是说了 你家亲已经没事了吗 没事 你说得轻松 那肚子里的孩子 能经得起这么折腾啊 在里面没吃没喝的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就后悔去吧 妈 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 不至于的 现在的孩子 他年轻 健康 没事 结实呢 再说都营养过剩 饿个三五天不待的 屁话 饿你个三天五天的试试 我不是那个意思吗 我问你们俩 我那孙媳妇 她为什么闹绝食 还不是你们当爹妈的不懂事 让人家父母挑领了 所以才为难俩小的 你们当长辈犯婚 让孩子们受苦 亏你俩家起来都一百多岁了 白活 明儿个 就请人家来家 我亲自给人家赔不是 哎呀妈 不用不用 您就 您别 不用不着您老出马啊 这事我们当外妈的就给办了 别生气了妈 行了啊 好了 老婆 胜利就在眼前 我们的幸福就要来了 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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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胜利就在眼前 我们的幸福就要来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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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地儿 这是啥 这楼好像 都有二十年了吧 哎呦我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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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找这地儿啊都难了 哎呦我天呐 这楼 这都六十年代的吧 哎呦我天呐 太古老了 姥妈 我不是让您直接去饭馆吗 您非要来看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这什么叫有什么好 你以为我们愿意 钻这地 这地方是吧 那不就是 不是你吗 你要是 那就有什么办法 我们我跟你爸 那不 不看人家 就把你嫁入来 这可笑 你不至于急成那样 哪家是啊 啊 就就这 就这家 哦 哎呀 那有什么呢 有什么呢 嗯 哎呦 有呀 这屋又什么味儿啊 这杨阳他爸 给杨阳和他奶奶 熬的 养心汤 哎 哎 他没别的爱好 整天就鼓就 这能养生 那一养生 给他们煮汤什么的 哦 好好好 就是中药是吧 哎 是要三分堵啊 也不能老吃 哈哈哈哈 我这个药呀 没毒 可养人了 哎 等嘉倩嫁过来呀 我给他佩服安胎堂 天天喝 保证生个大胖小子 哈哈哈哈 哎呀 这屋挺好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属于那种 叫什么 紧凑型的 哈哈 那个 主持人 没有客厅 就是直接一 一脚就卖到卧室来了 挺好 挺好 对挺好 挺好 是是挺好 当年啊 他爸 在厂子里分的 那属一属二的房子 好 那还对呢 对对对对 孩子单独有个房间 哦 这么大了 能跟爹妈住一个屋 好 哎那个谁 你你先生 就你老公 他怎么没在呀 他去那个餐厅订菜去了 他这边心系 他得亲自过目 就是楼下那个红运楼是吧 哎呦你知道啊 不是楼下就那一个餐馆吗 是 那挺出名的 那那餐馆挺老 挺好 哎呦 哎呦 你闻到这味吧 我跟你说 我这人啊 奶奶 特敏感 就 你闻到什么味吧 就 就这样吧 你那个 我下 我下楼吧 我去看看那个刘大哥 那订餐订怎么样了 然后你们收拾一下 就下了 我在这 我陪你去吧 我陪你去吧 我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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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好 这事多 我闻着挺好的 是吧 挺好闻 妈 那你要不给叔叔尝一碗呢 我给你尝一碗吧 不不 那倒不必了 不必 不不不不 下次来下次尝一碗 好好好 下次尝一碗 下次 下次 真的没有包尖了 我昨天晚上就就定了包尖 把菜头点好了 你们是什么意思啊 您点的菜真的不够我们 做包尖的标准 昨天服务员是新来的 他们不懂规矩 哎哎哎 谁的规定啊 现在根本不允许收包这份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你这是违背消费者协会的规定 我 我们可以投诉你 但是我没 行行行 没有但是 你赶紧去去去 就这么定了 那我去问经理了 问问也白问 谢谢你啊 这帮人就是欺软怕硬 你要是不了解情况 他就蒙你 不 你是楼上到这儿来订餐的 你是刘易洋他爸 对啊 你 你是嘉倩的 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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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刘明 我是天淑云 认出来了吧 虽然三十多年了 咱们都有变化 但我还是一眼 就把您认出来了 这 真是冤家路窄啊 没想到这辈子 我还能看见你 是啊 我也万万没想到啊 怎么这么巧啊 电视剧就是编戏 都编不到这么巧啊 太巧了 你活得挺滋润啊 你活得挺好啊 这三十多年来 你就虽然理得 你活得挺滋润啊 我有什么不嫌理得的呀 对 当初 你是跟我姐俩谈恋爱 可是你是在那个小山沟里啊 我当时不是为了你们好吗 我如果当时不把你们拆散了 你 你现在干嘛呢 现在你们可能还蹲在那个地方呢 是不是啊 可以说是救了你们 你感谢我应该还来不及呢 那我 那我可太感谢你了 我托您的福 您又让我在农村里 多待了四五年 你看您这还生气啊 您这气量也太小了 您一直身体不太好吧 在家都病退着呢吧 你嘴边记点德好不好 我身体棒着呢 刘先生 刘先生 都为了孩子吧 你去见见她 我见见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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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吃吧 来 吃吧 吃吧 来 吃吧 吃吧 快起 快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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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菜齐了 吃吧 吃吧 快 动筷子 快点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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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来 来 那个啊 叔叔 阿姨 奶奶 爸 妈 今天是我跟家倩大喜的日子 啊 我们俩呢 这第一杯酒 敬各位老人 我们呢 以后一定好好过日子 恩恩爱 白头偕老 相互扶持 叔叔阿姨 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家倩好的 哎 小伙子 说话可得算数啊 好 好 奶奶 叔叔阿姨 我祝你们身体健康 哎 丫头丫头 喝水就行 别喝酒 对吧 谢谢大家